大家好 欢迎你们来到《非诚人文访谈》 我是Mabel 今天我的嘉宾是Judy 《非诚人文访谈》是什么呢? 就是一系列的英文访谈 是关于一些我认识的很聪明的朋友 他们已经是很聪明的了 但是他们是不断寻求进步 去找他们的人生方向一定位 而且是找到的 但是无论你有多聪明也好 我们作为一个人 总是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不同的 就是斗争、困难、痛苦之类的东西 这些所谓的聪明人 其实他们和我们是没有分别的 他们只不过是 将他们所有的能力集中 在解决问题之上 找到方法去解决他们所有的困难 和奉苦所以他们能够成功 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 所以为什么我会访问这些聪明的朋友 就是因为想 希望用他们实质的人生经验 和大家分享 让大家都可以得到一些啟發 从而找到一些属于你自己的方式 去解决你自己的困难 去找到你的人生的方向 而能够达到一个丰盛的人生 今天我的朋友Judy 我认识了她 已经是由2015年开始了 已经认识了12年多的时间 我一直看着她的成长 直到她现在出书 很厉害 Judy 欢迎来 谢谢 和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Judy 原先是多仁多出生的湖华桥 十几年前 移民了去香港 去香港做事 在当地揭出坏 生了小朋友 现在就久不久回到Toronto 去谈一下家人 和认识了Mabel 之后 我们一直都透过这个互联网 去不停地去做某些 我们叫做 Energy Worker 银行来说 自然要发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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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嗯嗯 就是人生教练 知之类类类 都有一些这样 比较多方面的 我们做的事 因为人不光是一方面的 我看到Judy有很多方面 跳舞 写书 她本身是一个 财经方面的专裁 又是管理人才 又是单身妈妈 我认识很厉害 作为一个女人 你很厉害 谢谢 谢谢 我真的不敢当 我覺得人每一個階段都應該尋求進步 我只不過是跟很多華人一樣 我是一個華僑的家庭長大 當然家人就會吹谷理讀書 讀得很厲害 我都盡量去達到這個要求 但達到了之後 某程度上放棄了自己的夢想 沒有去追求自己想追求的事 就進入了金融行業 也不是我自己喜歡的東西 我讀都沒有讀過Econ 我完全沒有讀過經濟 完全沒有讀過Business 這些課程 所以有些事我覺得是有一點點整定的 我就符乱怪地進入了一間華爾街的投資銀行 一直都叫做蒸蒸日常 終於我的事業很順利地只是向上 雖然我做的部門就不是業務部門 意思是我們不會發生利益 但是 你不是負責賺錢的 我不是負責賺錢 你負責什麼呢 我是負責合規的 合規 即是寫下規條的東西 對 政策 對 政策 就是要確實人們有守規矩 都頗惡的 內部警察 對 都頗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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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不要這樣說警察 這兩個字很敏感 總之就是負責盯著人們守規矩 對 如果他們不守規矩 你們會怎樣 有不同的懲罰 電視鏡有多嚴重 或是很嚴重的 就隨時會失去工作 輕側的 或是打電話一看 提他 不要那麼善亡 但是 工作的性質 由始至終都不是說 我的理想 我的理念 我不是從小到小 不是恨做這件事 對 從來都沒有恨過 想做這件事 只不過是 中國人是 生活所迫 陰差洋錯 陰差洋錯 你真的又不是讀財經出身的 華爾街公司就請你 進去才讀 有些事情是挺整定的 對 挺整定的 我無可否認是讀書方面OK的 你入了一行 你不懂的東西 你不是進去才知道 再學過 對 再學過 沒什麼特別去想 進去那一刻 因為那時候我是欠安省政府錢 因為我讀書的時候 家裡也不是特別 很有錢 我也是有學生債的 當初就要還錢給政府 你畢業二十幾歲 有人想請你這件好事 再加上請你的人 還給你一個這麼豐厚的工資 你當然 嗯 馬上就反應了 那就入了行 其實都是很多人的寫字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的潛能 都是逼出來的 即是我們要還錢 我們就要賺錢 我們去到一個不懂的地方 我們就要學 即是我們父母要我們這樣走 有時候我們反抗不了 我們要跟著走 即是頂硬上 很多時候都是頂出來的 當然這個是一個轉變的模式 但是這個也不是最好的轉變的模式 我們都知道 當然希望 就是我希望變成什麼 我去做 變成江湖 但有時候 我們未學得懂這件事之前 有時候都需要一些環境的因素 去催谷一下我們 你其實都 上半生 可以叫做上半生 是 三分一的人生 都是這樣過 絕對是 絕對是 我覺得有很多事情都是為別人而做 而不是為自己而做 就是我覺得 人 一般來說 都想討好身邊的人 嗯 小朋友 尤其是會很想討好父母 可能我自己就很想他們專注我 因為我很小時候我父母就已經離婚了 好像你想他們專注你的時候 你就要有某一些很突出的事情 對於我來說就是讀書 如果我可以 很聰明 很聰明 可能他們會看到我兩眼 因為他們是忙的 對 就因為這樣而入了這個行業 對 但是原來也沒有特意去探索過自己內心的世界 嗯 直至到我生了小朋友 嗯 其實你用了頭三分之一的人生去討好別人之後 你發覺這好像也不太行 是 沒錯 那你現在發覺到些什麼呢 發覺到些什麼 發覺做人的宗旨就是要對得住自己 還有我不記得是認識你那年 還是對上一年差不多 我之前有一位很好的朋友 他帶我十年的 他以前好像我的偶像 我覺得他的故事 是好像一個仙道拉的童話故事 但是他帶我十年 誰不知突然之間有一次 我在其他地方旅行員下機 一在香港機場開了個電話 他的先生就問我 星期六也沒有空 可不可以來扶寧 那我就嚇了一跳 我以為有人偷了我朋友的電話 就是玩什麼 原來我朋友是離開了一個肉體 他離開了一個驅學 而那個先生是真的用他的電話 去發訊息給我 那 我那一刻很驚訝 那一刻 那一刻 我記得我只在機場 手是震了 那一刻是很 令到我 覺得自己要醒 然後那個星期六就馬上去 那你之前的時候 我就是不記得是認識你那年 還是差不多 一四一五年 一四五年前 一四五年前 是啊 我只記得我在他的活動 因為大家曾經是同事 我也都很清楚 在那個行業蠟燭的人 很多時候都是用自己的時間 和健康來聯繫 那一刻在他的活動 沒有什麼人 好像只有五個同事 我那一刻就覺得 我不想我的人生這樣過 我不想我 留下的痕跡只有這麼多 我覺得他 他白白將他 所有的東西 斷送給一間公司 連自己的健康都牽涉了 到頭來 那生命就結束了 對 他那時候也是四十頭 你很年輕 其實現在有很多人 都是 無論是健康問題 甚至是死亡 都有年輕化的痕跡 就算 聽這些說句 不死得 都好像得了半條人命 那些疾病 我爸爸都是這樣 很兇 很兇的疾病 他也不是第一個 在我的行業 我聽到 頭期想一想 起碼數到三四個朋友 如果女士的 就 婦女病 男士的有一個是血癌 總之你聽完 你會無本都動 你會覺得值得嗎 他們年紀不是很大 當時都是四五十六十 都沒有 三十幾 三十幾 四十頭 一定還未到五十 你聽完你會覺得有點寒 因為你要面對的就是 生活上的物質需要 和人生 開不開心 是要有一個平衡點 是 如果那個平衡點 是沒有人可以 沒有人可以找給你的 找給你的 也無法交給你的 而且當你把別人那套 硬放在自己那裡 就會覺得很辛苦 我覺得我 頭半節人生都是這樣 都是很辛苦 沒有人理解我 沒有人理解你 當然現在不同 現在的圈子又是你 有很多 主動到合的朋友 其實支持很重要 大家互相支持 大家互相理解 所以其實 認識朋友是很重要的 你的朋友是可以提升你 或者是拉低你的 那你還要想一下 你身邊的朋友跟你說的 是幫到你 還是幫不到你的 所以都要 朋友 我們經常都說 親人沒得選 朋友是有得選的 是啊 我自己就 就是 衰些講句 我是會斷路親 如果我覺得你說的 是太負面 我覺得太影響了 我都走不及 因為我會覺得 時間是不能回頭的 我將我的時間 給了你之餘 你還要影響 拖低了我的能量 拖低了我的人生的熱情 那我是什麼 我為什麼要將我的 我的時間 和我的能量 跟你分享 我覺得沒有這麼的騷擾 而我這個說話 不是出自一個 自豪的心態 而是一個 愛惜自己的心態 我覺得 我多輕易都可以這樣看 就是當時你的環境 你自己本身都自己顧不上自己 你沒辦法顧到別人的苦力了 所以我覺得 作為我們 你都已經是一個教授 我作為你的教授 我對你的另一重提示 你會發覺以前 你能力沒有那麼強的時候 你要避開那些所謂本人的人 但其實現在你反過來 可能你就要回去幫助他們 你因為你聰明了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人生的提升 就是你以前很怕的東西 現在你強到你可以不單止去面對它 你甚至可以去幫助他們一把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成就 嗯 我也明白你這樣 這個也是一種恩典來的 是的 施比仇更有福 你有可能你的施就已經是證明 就是你要回到這麼多下 但是學理說真的要強化了自己 沒錯 就像坐飛機那樣 剛剛落記了 他說那個黃色的mask 你還沒幫助小朋友之前 你還沒幫助小朋友 還沒幫助自己 這是很基本的知識 但是其實做人有很多時候 就是忽略了自己 我覺得做女人 尤其是做了媽媽之後 我很敬佩你 而且幾個都是男胎 幾個都是男胎 其實我沒有所謂的男女 其實我覺得真的沒有分別 但是我只有一個 但是我都會覺得 嘩 都挺傻的 好玩的 對 對 遊樂場那樣 很高興的 很高興的 自己EQ推去另一個新街 新高峰 每一天都在這裡試探你 他們很厲害 對 新浩仔是一種很神奇的存在 你以為他們很弱很差 但是其實他們有時候 突然彈一些東西出來 你嚇死你了 對 超級厲害 好像完全是一個很高層 很深層次 對 但是某程度上就是 他們的童爭 就是來自一個很原始的Source 原始的來源 和一個比較靈性的層面 所以有時候我們大人 大到差不多都要回去 耶穌講馬學小孩的樣式 回到小孩的那種純粹的 與自然融合的能力 其實都很重要 有時候 譬如我有一些 客戶 他們突然間 心跳加速 血壓上升得很厲害 問我應該用什麼油 做什麼瑜伽動作 做什麼呼吸 我說不用的 你走我旁邊公園 抱著坡樹五分鐘 回來再兩個血壓 再叫我 真的從一百八十幾 到一百二十幾 到一百二十幾 有時候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小孩自己會知道 他不開心 他自己會走一些 以前的小孩很厲害 走出門口 拿一些泥沙玩一下 找一些草織 找一些石頭 扔水 回來又很開心 其實這些事情 我們大人要重新學過 但我們其實本來都是小孩 但我想我們那一代的小孩 沒有了這件事 我們在城市長大 沒有了這件事 所以反而不太懂得找回自然的存在 去扶回自己的感受 而且現在風學其實是鑑證著 你剛才形容的所有東西 抱著坡樹就會更好 其實因為所有東西都有能量 這個地球就有能量 不過磁場就是 你碰某一些生物 一些大自然的生物 就會把你的磁場都平衡 當我們充滿負能量的時候 為什麼有些人好像 走上山會覺得舒服了 就是因為那件事 能量改變了 其實大自然真的很有用 所以我們更加要保護大自然 無論我們住在哪裡都好 我們總有一些地方 是可以找到一些 抒發自然的地方 去調整自己的身心 好 說回你了 你從財經機構走出來 走出來之後做了些什麼 很多 試探了很多次不同的事情 我認識你開始 都已經有好幾次沒有工作 就在探索一下自己人生的價值觀 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以及怎樣將這件事 變成一個可以生活到的工具 我覺得這個是自己一直找到的平衡 終於現在 找到了 就真的很興奮 是什麼呢 我發覺我自己 一直都沒有正面去面對的 就是自己隱藏了自己一個 一門藝術掛 原來我寫東西是可以的 可能我很久以前都已經知道自己可以的 但又不知道怎麼中途斷了 就好像荒廢了 忘記了自己有這個能力 最近這一年鬆一點 才開始發掘這些藝術細胞 創造力 是的 我記得我好像前兩年 零三年回來 探望媽媽 然後跟媽媽來唱歌 不是唱樂曲 是唱流行曲的 很好 媽媽 如果妳在看 我不會告訴別人 我記得跟我媽媽去唱流行曲的時候 就發覺 不是 我小時候好像有唱歌 我記得老師也有讚過我 有些人就會發覺 原來西哥 某些東西是自己的興趣 自己也覺得是可以的 為什麼當初沒有去 向這個方向發展呢 可能某一些因素 就是經濟上 或者環境上 不容許 但是到了現在這個階段 幸運的 就活了三分日 不好運的活了一半 甚至乎更早 可能我也有些朋友離開了 我會覺得 每一天都要活得很精彩 每一天都要很對得住自己 所以我每天睡醒覺 只想令自己開心 有些人會覺得 你這樣很自私 我不認同這個說法 我覺得 開不開心是自己的 屬於自己的 當然要自己去掌握 自己去 負責任 對自己人生負責任 我覺得 現在這個階段 就發覺有很多人 都可能 婚姻未必這麼綿美 有時候也是因為 對於整個 婚姻架構 會有一些 不實際的 幻想 可能這個現代社會 就會 看太多電視 太多話劇 太多漫畫 就會令到你的 腦海裡 潛在了一些 覺得不拍拖 是這樣的 結婚是這樣的 對 老公應該是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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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實我覺得 人生是每一天 新鮮創造的 對 你每一天覺得好與不好 其實都是靠你自己 對 由你 上班下班 走哪條路 怎麼開車 或者你吃哪一條工具 到你那晚吃什麼菜 你變不變通 到你的日常思好 這些全部都是你自己選擇 沒錯 愛因斯坦都會說 如果你做同一件事 你是不可以有一個 期望 結果會不一樣 即是你不能夠用 已有的想法去解決 已有的問題 嗯 你必須要有新的想法去解決 現在你的想法衍生出來的問題 是的 我覺得現在 總之科學就去鑑定了很多 我和你都對這方面很有興趣的能量學 對 自然原法 這些東西 那 是的 既然兩者都沒有衝突 是一種配合 那就盡量在自己的人生當中活出來 嗯 更何況我現在才真真正正明白到 有很多東西是 即是你以媽媽的身份是 你怎樣去活出來 讓你的小朋友明白 為何你去教他 一個生活的模式 或者一種想法 即是 是不是叫二身作質 對 那麼上下 即是我自己就發覺 是的 我每次和他在一起 他都在觀察著我 但他一直在看著我 即是我的每一個選擇 都會反映在他身上 嗯 他有樣學樣的嗎 小孩子是他抄得很快的 所以他會令我更加有動力 去追求自己的夢想 因為我不想 在任何時刻 我對著我的小朋友 會說出一句 我不是因為你 我就什麼 我自己覺得 這句說話是很傷心的 因為小朋友沒有要求我 小朋友是你帶他來這個世界 那麼 你不應該把你的不滿 不要賴慮 對 我覺得這樣反而是一種 很不負責任的父母說話 因為 當然有些父母會犧牲 我們這方面 我覺得我們不是說 我們是承認 但是 可能表達的方式 不一樣 總之現在 我自己只是覺得 我連自己去玩 去跳舞 很努力地去跳舞 都變成一種 好像醫生作證的 藉口 哈哈哈哈 我告訴小孩子 剛剛可以玩 你也可以的 對 我也很驕傲 因為小孩子 剛剛在台拳道 拿了冠軍 剛剛看了你 但是我也有提醒他 有一陣子他會哭 他說很累 為什麼要去得這麼晚 我想不想贏 他說想贏 你想贏 如果你連去練習的心 你都沒有 那你輸了 你都不可以拿任何人 因為是你自己沒有去堅持 那 我又覺得 OK 的 你又你練 我又我練 哈哈 他看到你先前 譬如去表演的時候 你自己也練得很辛苦 你也試過練到哭 哭 但是你出了台後 做得很好 做得很漂亮 他又看到很好的 然後他覺得 咦 媽媽又不是真的 只有一個哭字 媽媽又用手機的 我又覺得 坐了也不要緊 我覺得 現在 在外面人生階段 我們最喜歡追求去學習一些 比我好多的人 有什麼地方 我會很願意花金錢 在這些人身上去學習 因為我覺得他們的成功 不是一朝一夕的 他們有他們的付出 而可以用一些 怎麼說呢 速性一點點的方法 去學到他們的秘訣 就是 都很划算的 對 都很划算的 因為你自己摸索 可能你會走很多冤枉路 浪費了很多時間 也同樣地賠上很多金錢 所以 其實我們現在這一代是挺幸福的 因為已經有很多人 走了很多路出來 只要你肯去跟他一段時間 學你或者上課程 上課程 其實不用你自己走一輩子 只要走一條路出來 而是你可以用這些方法 去跟不同的人 吸取其他人 不同的路 看看哪一條適合你 或者甚至你把他們全部合在一起 白花一起放 變成你自己的路 其實我覺得現在這個年代 我們在這方面是挺有效的 我們不需要用一輩子的時間 那樣東西 我們可以用一輩子的時間 很多東西 然後撞很多新的東西出來 還有科技這麼發達 就更加容許我們去搭橋 是的 是的 你在香港可以找到我 在加拿大 你可以在美國找到一個教練 之類 變得很方便 其實現在我們互聯網 很多時候 有些父母 作為父母 很多時候都說 有很多網 其實每一樣工具都有他們用 如果我們自己能夠學會 怎樣去用這個工具 去幫助我們人生發展得更好 我們的小學 或者你的兒子會看到 與其我來看卡通片 他可能會學會去找一些資料 查一些地圖 文獻 或者看一些很厲害的人 的人生的書籍 或者一些很啟發性的書 知識上的東西 其實由我們自己做起 我們自己都是尋求 我們用這個互聯網的工具 或者我們自己本身有一個尋求的心 去展示給他們看 無論多少歲 我們都可以進步 無論多少歲 我們都可以生活得很好 無論多少歲 我們都可以有夢想 有人生目標 我們都可以有快樂 有豐盛的人生 我們應該不是靠我們的子女 去達成我們的願望 而是我們自己達成自己的願望 我們子女可以達成他們自己的願望 嗯 大家都活得很豐盛 是的 我覺得這個是做了人媽媽之後 最大的一個看法 嗯嗯嗯 剛才你說的東西裡面 我勾了幾個很重要的東西出來 嗯 第一件事就是 剛才你說的 找人幫 就是學一下其他那些很厲害的人 他們為什麼會厲害 那好像大家現在看著我們這個訪談 有其他訪談 我們都可以學到不同的人 那其實這些人 其實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遠的 很多都是很近的 有些甚至是我們認識的 其實如果你只要用心去交流 或者你身邊的朋友已經有些很厲害 不過你不知道的 但是平時我們只是說是非說得太多 說股票說得太多 說飲茶 哪裏便宜一點 貴一點 說得太多 沒有時間去說一些有功能一點的 有益一點的說話的時候 那反而可能你並不知道 你身邊可能有個人已經很厲害了 或者你隔壁住的一個人是很善心的 你不知道這些事情 因為打開我們的心去尋求這些事情 所以找不到 但是如果你有個心去尋求 其實你可能會發覺 你身邊已經有很多很管治的人 或者是很有才能 很有心思的人 甚至可能幫到你的 用英文說 我以前是會覺得 small talk gives me anxiety 因為我不是一個那麼善於 跟別人就這樣交流的 吹水對我來說好像很高技巧 我可以說一些很深入的問題 但是你要我和你講 很透膚淺的事情可以 是的 我可以說 怎樣了 講千喜? 講車什麼顏色? 我都不知道 怎麼說 說不到 說不到 那些 但是我現在就更加覺得 如果自己肯去謙卑一點 去跟別人交流 其實 聽了別人的故事 人家就會很樂於跟你分享 是的 但是有些事情 你能否接受 能否用得著 全靠自己 但是首先不要 怎麼說 排除了 不要風靡自己 對 不要排除了這個可能性 沒錯 沒錯 另外一樣 剛才你說的 可能大家錯過了 就是一開始說了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很多時候 小時候有些事情 我們本來是做了 但是因為可能 要討好別人 生活所迫 環境的問題 讀書 房子 之類 放下了 很多時候 我做教育的過程 很多時候 學生都會問我 其實我都不知道自己有什麼 我第一句就會問他 你小時候做什麼 會令你最開心 通常 你說你小時候最完美 小時候是不會想太多 做什麼開心就是開心 不開心就是不開心 很簡單 那什麼令你最開心 你自然就會想做多一點 做好一點 做久一點 堅持久一點 對吧 所有任何 你能夠發展的夢想 必定是你的興趣的一部分 你對這件事沒有興趣 你沒有辦法去到一個 很遠 很盡線盡的一個位置 因為人生就是說危 所以如果有時候 你失去了你的夢想 你不知道其實 你還有什麼目標 其實可以回到小時候 想想 我小時候做什麼 是最開心的 最原始最基本的 什麼令你最開心 就算你做了那件事 最終發展不到一個夢想 或者一個偉大的事 出來都好 起碼你開心了 你回去做那件事 你開心了 因為你不會有吃虧 總好過 坐在那裡 笨笨笨 然後抑鬱症 抑鬱症 抑鬱症就是重底 我是這樣想 對 對 我都覺得是 我覺得 在這個肉體 這個區學裏面 人一輩子一輩子 當然 去盡一點 讓自己去享受 所有自己覺得 想去嘗試的事情 我覺得 有些事情 自己製造了一個心魔 還要不停地為到那個心魔很大 不去做 這個是我們 但是又不開心 對 又不開心 對 所以不值得 為了一些 別人的想法 或者一些 自己都不知道是否自己的想法 去犧牲自己的 而且我覺得 做女人 有時候會覺得自己 要 不要貶低這個字眼 但是 調整了自己的 光 就是 藏起了自己的光 對 去令到人 為了怕撐傷人的眼 對 去令到人舒服 對 我聽到一個港仔 這個黑人港仔 我忘記了他名字 我回來找給你 一個黑人港仔 我覺得他講得很好 在Tag Talk裡面 他就是 一個很出名的港仔 他有次出來講演講的時候 他講了一句話 就說 如果你覺得我的光網太強 麻煩你戴黑照 Lisa Nichols 對 我是不會藏起我的光網的 你覺得太強 你自己戴黑照 不怪我 嗯 是的 我覺得 其實人應該是這樣 但是女人 尤其是因為 種種的社會緣故 歷史緣故 我們更加好像 好不好意思 好不好意思 甚至乎我出書之前 一個多星期 都很疼 覺得自己做了這麼多事情 但是硬是很害怕 很害怕 所有人的反應 但是到 真的豁出來了那一刻 其實是沒事的 別人的反應也不重要 我自己其中一個 coach 都會提醒我 就是 What other people think of you is none of your business 就是別人怎樣想 你關你什麼事 這個就是別人怎樣想 你 你管不到的 其實別人的腦 你怎麼管呢 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 怎麼想自己 沒錯 你馬上管到自己的腦 但是要不停地提醒自己 你記得其實有多少個 coach 至少四五個 不同範疇 主要我和你的交流都是 spiritual 我有一個 business coach 因為我現在也有一個 speaker 就是international 我會說 有一個書 有寫書 有寫書 寫書就沒有寫書就靠自己 但是 有很多不同方面的範疇 幫助你的人 對 而且每一個人都 每次都給了一個捷徑我 就是可能把我自己 以為我浪費了的時間 在一個我不太享受的事業範疇裡 突然之間 很快地推動我去 走回應該走的路 也都很開心 最重要是那種喜悅 那種喜悅是代替不到的 即金錢是代替不到的 這個很重要的 因為所有成功的人 都不是自己一個成功的 他一定是一隊人 無論是 由他的師父 到幫助他的合作伙伴 到輔助他的助手 到所有under他工作的人 他總有一隊人在他後面 所有成功的人 都不是自己一個 所以如果你想要成功的話 你必定要尋求幫助 這個很重要的 你不願意被人幫 你一輩子都不會成功 因為你看一下 純世界所有人 由任何範疇到任何範疇的成功的人 他們一定是一隊人 Judy也有四個教授 有些人會覺得你用不用 你搏什麼 我覺得不是搏什麼 就是我想活出 一個更加精彩的人生 即是我想由2.0升到2.5升到3.0 即是你買部電腦 你買部電話 你都不停升級 那為什麼你會覺得 你的人生可以停留在某個階段 而不升級 就算我讓你停留一段時間 你是不是真的開心 你覺得會不會 什麼前浪 後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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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些半桶水 不要緊 我就慢慢更新你的中文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 人很有趣 我們從小時候 讀幼稚園 一路讀到大學畢業 一路讀到上面 一些博士 我們很能夠接受 就是我們的思想教育 需要有長時間的學習 長時間有很多不同的老師 不同級數的老師 不同的課程書本 去推動我們學習到某個位置 只是為了能夠成功地找到一個 至少找到一個職業可以養活自己 純粹只是思想 教育和工作範疇 我們都願意丟這麼長的時間 去訓練自己 為何來到要改變人生 改變想法 改變情緒 甚至改變健康的狀況 我們會這麼傻的呢 只是想到 希望就是 如果有個特異功能師 等個手在頭上 咬一聲 我就不時都沒有了 為何會這麼傻的呢 為何我們對於我們自己 人生這麼大的部分 願意丟的成本是這麼少 而反而在學術上 願意能夠接受我們 用這麼長的時間 去發展這一個部分 而其他的我們就只是 如果這個補品吃了三粒 沒有用 我就不吃了 我就不會光顫他了 這個醫生看了兩次不好 我以後都不理他了 為何我們這麼沒有毅力呢 在這方面 對於自己的健康 對於自己的人生的目標 怎樣能夠令到自己 有豐不豐盛的人生 為何我們的投資這麼少 有時候我覺得我們在這方面 真的那個花的心思太小 所以為何我們一直在這方面 都是這麼壓制 這麼不能夠一展自己的所長 我覺得這個有一部分 是文化造型的 就是華人會比較關注 就是你的成績 但是當你離開了一個校舍的時候 你再沒有一個成績表 你找什麼人來量度 那就是薪酬 就是最容易的了 但是有些東西 除了金錢之餘 是一個內心世界的問號 我自己就覺得 這個內心世界的謎 是自己要為自己 去第一步去解開的 因為沒有人會幫到你的 還有有時候你的所有環境 都只不過是反映你的內心世界的一部分 那如果你覺得你的人生 現在有任何一個部分 是不順暢的 或者是未如你所願的 那就是代表你有些東西 要解開那個心結 就是去研究一下 究竟那個是什麼問題 然後怎樣去解開它 而不要逃避那個問題 我覺得有時候社會上 有些人可能會用酒精、毒品 或者不同類型的東西 去逃避他的人生 問題就是因為 暫時罵了自己 一會兒 我們沒有辦法去 好好地地面對自己的問題 去集中自己的思想 去了解自己的問題 精結在哪裡 而只是想 一時過了就算了 忘記了它就當沒事發生 但其實是否真的沒事發生呢 它發生得一次就會發生得第二次 發生得第二次就會發生得第三次 如此類推 直到你終於有一天醒了 發覺這個東西變成一個 經常發生的一個模式 已經變成一種 入慣生活的一部分的時候 到你發現的時候 可能已經太遲 因為太窄了 好像有些人身體上有病的時候 其實不是突然之間 那一刻發覺 即是根本有些東西是累積了 在你身體裡 是你自己一直沒有 察覺到它的存在 即是我們自己經常都會 圍內談 就是所有都是能量 根本就有些東西 能量上在你的磁場裡面 就卡住了 但是你自己不察覺 它就會好像一個計時炸彈 那樣的一個圍 就爆了 那我自己就覺得 這些東西當然是 趁早 為自己去修補 去改善 去流暢 那個磁場 永遠都是最好的 那現在就是每天都 這個就是我的工作 那你又 找到很多錢的金融機構 跳出來變成現在一個 自由身的 一個教練 一個幫助別人的人 那你中間的轉折在哪裡呢 即是你轉變了些什麼 你的模式去變成 由習慣 朝九萬五 找錢回來 很穩定的 什麼都有齊的 到現在就是 很自由 但是也沒有一個穩定性在這裡 即是你今天不知道 見多少個客人 明天又不知道 見多少個客人 後天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你怎樣去承載 和承接這個轉折呢 嗯 第一件事就是 我個人比較 廣東話是叫蛇鬼 我怕的 所以我也嘗試過 不同模式的東西 試過好幾次 才現在真真正正的去順暢 你可以轉接到 那我覺得 第一件事就是 自己的心態 你整個腦都要用另一個模式去面對 第一 香港上班沒有朝九萬五 這件事 絕對沒有這麼多工作 哈哈哈哈哈哈 第二 就是心態是由打工仔 變成一個自主自己人生 不要用顧不顧主這個想法 而是自主 因為當你打工的時候 你會有一點點覺得 無論我做月不做 我每個月到某人 我都知道我一定有夠錢 會突然在我銀行裡面 叮 這樣彈出來 但是 那種安全感呢 其實是虛假的 那種安全感 根本就是一個幻覺 即你跟一些年紀再大一點的人 你問他 他覺得他的工作 是不是有安全感 可能在加拿大會好一點 因為政府的 其實現在開始都沒有 是嗎 但是可能 社交安全感會好一點 比香港好一點 但是當你 變為一個 entrepreneur 或者自顧人士 自顧人士 自顧人士 我就覺得 每一件事都不能罵人 即你上班 你永遠可以罵人 誰還沒回覆我的郵件 誰還沒回覆我的電話 我問了 但是人家還沒回覆我 即永遠都可以把老闆射出來 但是當你做了一個自顧人士 就是你自己為你的東西 負了幾大責任 還有你有多進取去推動你所追求的東西 即好像我出書 沒有人逼我的 那本書出 完不出 現在出 去年出 去年還沒寫 但是 還是後年才出 這些全部由我自己去控制 只不過是 在某一刻 你自己 是不是想 按著那個按鈕 去踩行那些油 那我就覺得 總而言之 人生很幸運 如果活到80歲的話 我都還有些時間 可以去享受 那我就要 踩盡那些油 去享受 即我不是說 Burnout那種踩盡 我不是叫你燒夜燈那種 那種 那種會很快 玩拆自己 亦都找身體去搗飛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找到自己人生的所好 而可以令到那樣東西 亦都 活出自己最精彩的人 這個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引念 那 每個人要做回自己的工作 就是去發掘這一點 你怎樣發掘的呢? 認識你那時候開始 哈哈 一點一點的掘 一點 對 真的一點一點的掘 而且整個過程 都挺痛苦的 整個過程 每次覺得好像掘到一點點 咦 不是 咦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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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地 還有 到現在 自己覺得 有些東西是流暢了 但是當我肯去 在一些比我更加聰明的人身上 學很多東西 只是由一個business perspective 就這樣說 商業的角度 為什麼你這樣就這樣就這樣 又要學過了 學海人 是的 麻煩 千多多指教 哈哈 哈哈 但是就是要抱著一個這樣的心態 要抱著 對 要不然你就 停留在那張沙子 我是一個讀書很厲害的人 但是我膽敢說 我由碩士畢業之後 那十年 都覺得自己沒有怎樣學過東西 我不是只是學了我需要學的基本功 去入行 處理貿易常任的工作 也都學了一些可能 諷人 在一個機構裡面交流的社交方式 但是除此之外 是心靈上的進步是不大 嗯 而那種空虛感是很難形容的 尤其是香港這麽密集的社會 當你很多人都在左右旁邊 給你很多意見 又在補教 對 就是有一種 吐不了氣的感覺 你在人群中感到很寂寞 沒錯 是啦 就是好像有時候看那些片 有個人站在一個燈口位 然後四周圍的人在那裡 其實這些是抑鬱症的聲照 原來我發覺 是吧 是都不出奇 我自己有一段時間是有B的 對 你在人群中很寂寞 在所有人很開心的時候 你突然間感到很悲傷 這些是 這些是一些抑鬱症的症狀 其實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 也很多人都有 當你的靈魂沒有進步的時候 就會有這種感覺 其實我們的靈魂是 被製造成一個 喜歡不斷演化的一種存在 如果你沒有了這種演化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感覺到抑鬱 多多少少開始有些 覺得有些東西不對勁 但是又不出 因為不是一種思想上的東西 是一種存在上的東西 是一種靈魂的存在上的東西 你的靈魂的存在 感覺到不安的時候 就會出現各式各樣的 所有東西不平衡 不協調 有些東西不順利 肯定會不平衡 肯定會不平衡 然後又有各種身體的疾病 所以我很多時候都叫一些學生 就是說 如果你有些 尤其是病 你醫極都醫不好 其實不要只在病上 你應該要想一下 我有些什麼可以做未做的 我的能力沒有被很好地運用 所以我的能力在我身體裡亂走 走到一個位置就是他發病 因為他沒有被利用出來 所以他變成反而一個 就像一把刀一樣 你應該把刀等在砧板上切東西 但是他不適合 他等在一個櫃的櫃門 你每次走到一個櫃門 你就被刀戒傷 就變成一個傷害你的工具 其實你應該去等到一個正確的位置 等到砧板上切東西 那這把刀就有用了 你就不會傷害到自己 很多能量的問題 其實是因為我們的能力 我們的才能 我們的本事 沒有等在一個正確的位置 讓我們好好利用 然後反而變成一個傷害自己的能量 自己也不知道 很多時候 人們為什麼會有抑鬱 不是他們沒有錢 不是他們生活不好 老公不好 不是任何事情 因為我自己也試過 我是 我家裡以前很有錢 我老公很認識我 我有四個兒子 我生活好得不得了 但是我每天想著怎樣自責 有一段時間很長 超過十年 那時候還未明白 原來是因為沒有把我的能力 好好運用 變成 我本來應該要變成的一個人 所以反而回頭 我就經常都想結束自己的生命 因為我沒有等好自己的定位 但是當我找到自己的定位的時候 這些東西自動消失 什麼藥都不用吃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就欠這個東西 就是找自己的定位 那你現在找到你的定位是什麼呢 哦 死了 中文怎麼說呢 講英文 我來翻譯 做一位作者 演講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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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說家 人生教練 除此之外 也有幫助一些高級行政人員的顧問 就是做一些顧問的工作 對 顧問的工作 其實我很喜歡 高級行政人員的顧問 是的 想到了 高級行政人員的顧問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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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件事是 一直以來 原來是 自己的人生缺乏的一種自由 再加上 原來 一向自己都擁有某一些技能 只不過是 自己沒有去好好活用 跟你剛才形容的東西一模一樣 可能我有那種技能 但是我只用了三成或者五成 就在某一種環境裡面 但是不是百分百可以發揮出來的 那 所以那些就是堅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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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其實應該要想一下 不是想自己為什麼抑鬱 而是想 我有什麼可以做 也不要想 是因為別人做了某些事情 所以令我這樣 其實可能別人是反射給你看 你有欠了什麼 對 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很多人都會把 那個 責任 指在別人身上 嗯 嗯 好了 那最後一條問題 各位觀眾看著我們的時候 多多少少都可能有些 覺得在經歷過 或者經歷過我們經歷過的事情 那你有什麼建議給他們呢 有什麼建議 做人一定要正面一點 我覺得每一天的人生都是靠你自己來活出來的 所以每一天睡醒覺 究竟你跟自己說的第一句說話 是正能量還是負能量 就會已經會清醒你那天的一個慈悶 那種感覺 對 已定了那天的那個 大家做媽的,以後我會講話 如果那天早上 突然之間被小朋友 立著 好像整天不舒服 我常常都懵懵懵懵懵懵 又不順利 但那天早上可能是早了一點起床 可以有回自己的先人空間去冥想 去幻想一下自己的將來 想要什麼之餘 你整個人都有一種平安感在這裏 或者就算身下冷腰 我今天又活著了 我又可以吐氣 我身上有些可以動 因為我認識很多人 身上冷腰都不能動 是真的 有些過了 你教了現在 有很多的 手抬不高的肩膀 我想電視機、螢幕前面 有些觀眾都會有 手抬不高的肩膀 或者不可以這樣停在胸口 其實我們能夠動的身體 都是一個很大的祝福 很大的恩賜 所以每天享受這個睡醒的時刻 我還存在 我還是一個人 我還可以呼吸、吃飯 還可以做我想做的事 是一件多美好的事 你這樣起床 已經整天都不同了 每天都不同了 很感謝Judy 謝謝你 這麼遠水路由香港非禮 多人多談我 謝謝你邀請我去參加你 我終於見到你的節目 很榮幸 我給你幾分鐘的時間 介紹一下這本書 介紹一下你做的事 以及大家可以怎樣找到你 好,盡量用中文介紹 這本書只有英文版本 就在Amazon裡面的Kindle e-books上面找到 書的名字叫做 The Soft Side of the Corner Office 內容包含我做了十幾年在金融界 以及做一些比較高級的崗位 裡面學到的一些領袖範疇的秘訣 可以這樣說 我亦都希望幫到任何女士出來找工作 或者打工的心理調節 至於我現在做的事 大家可以上我的網站看看 www.career.com 我有一個S的 Elevators 是的,Elevators.com 那在 CareerElevators上面就會有不同類型的科目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看看有沒有興趣去報一下這些科目 就可以根據你自己的時間做一個e-course 去鍛鍊一些可能你覺得已經生了瘦的技能 或者你覺得在學校裡面是學不到的技能 如果你是一個比較年輕的viewer 那我覺得如果你要走一個corporate path的話 你要明白到有一些技能是怎樣去活用 那我都希望可以幫到武羅大眾 那這樣東西 嗯 那 CareerElevators會有中英文的 那所以大家可以選擇一個語言 那裡面有你的聯絡資料那些 是 那我Facebook就是Judy W.Y.Wong 那她剛才說過的東西 我就會等在YouTube就是等在下面 Description那一欄 那如果是Facebook或Instagram 就等在Posting 就是你現在看的那個框上面那些字那裡 那你可以找到一些連結去點它 那你可以找到Judy的啦 那這樣就是啦 那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訪談 還有呢 我還有很多是英文版的訪談 等在我的YouTube頻道裡面的 我的YouTube頻道呢 就是用我的名字的 Mabelpun M-A-B-E-L 然後加格 然後P-U-N 我姓潘的 P-U-N 那你記得按那個放大鏡的標誌 那你就看到那個樣子 那你就可以找到我的頻道了 那裡面有很多 就 assisted在通知的時候 那是現在他大家都找到的 那應該都找到的 而是請問那些可以是 因為加油 Judy平時在她的Facebook 都會給大家一些提示 如何在生活上 遇到什麼困難 如何解決 多點留意關注我們的電子媒體 希望大家生活愉快 身體健康 每天都過得開心心 精精彩彩 OK 再見 拜拜